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聪明可能是指好的记忆力 理解力 想象力等 而成年之后 聪明更多地体现在为人处世上 正如《红楼梦》中所言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真正的聪明是一种人生觉悟 一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 老子道德经有云 大直若趋 大巧若拙 大便若那 真正的聪明都做到了这三点 大直若趋 真正的直 看起来却是弯曲的 爱因斯坦相对论说 光线遇到太阳会弯曲 不再是世人眼中的直线行走 学术界大部分都反对爱因斯坦的预测 因为光是直线行走 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不可能改变 但世人误解了直的含义 在弯曲的空间中 光线弯曲行走 就是最直的 所以花时间最少 这就是典型的因物之性 万物的生生不息 都是因物之性 四驱而大直 光线都能弯曲 聪明之人行走于世 当然会屈己从人 在修行中 处事已取为直 不可投机取巧 试图走绝境 最正直的人 外表反思委屈随和 事实上 他是不与世界争 历史上的孙并 为了逃脱 彭娟的毒手 曾经装风卖傻 甚至躺在猪圈里啃食猪粪 躲过大劫 终成大业 司马懿为了逃避草爽的算计 一度病入膏肓 口不能言 赢在最后 唐颖为了躲避宁王朱成豪 逼他入伙造反的强迫 也曾赤身裸体 风化连篇 终至全身而退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小是糊涂 而大是睿智 为人低调 而冻若观火 做人如水 以柔克刚 学会低调 懂得藏拙 大智若愚 桃光养晦 才可能赢得整个人生 大巧若拙 真正的灵巧 看起来却是笨拙的 见过一种粗桃茶茶 造型粗拙 却自有质朴可爱之美 非常耐看 所谓拙 既是离自然之道 天真之味 朴素之美 初始之醇更近一些 离精雕细拙 华丽繁琐 高贵典雅更远一些 庄子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地一句话不说 但它呈现了大美 令世人惊叹 自然气物如此 做人亦然 气质里没有浮躁与不安 只有甜淡与贤士 真正聪明的人 从不显露自己 看上去很愚拙 而这个拙 恰恰是一种巧 东汉有位名叫真语的官吏 时任太学博士 为人忠厚 遇事谦让 有一年临近除夕 皇上赐群臣 每人一只外饭进贡的活羊 然而羊有大小 肥瘦不均 难以分发 大臣们纷纷献策 有人主张抓究分羊 好坏全凭运气 有人主张把羊统统杀掉 肥瘦搭配 人均一份 这时真语发话了 分支羊 有这么费劲吗 我看大伙随便签一只走算了 说完 他率先签了 最瘦小的一只羊回家 众大臣纷纷笑发 羊很快被分发完毕 此事传到了光武帝耳中 真语得了瘦羊博士的美誉 不久又被提拔为 太学博士院院长 真语牵走了小杨 从表面上看是拙 但是他得到了群臣的拥戴 皇上的器重 实际上却是巧妙之举 曾国藩说 天下之智拙 能胜天下之智巧 看似木那质朴 甚至愚笨的 其实才真正得了人间的大智慧 经据宰相刘罗过 第二本《夜审》中 有这样一个情节 乾隆皇帝微服出访 没想到惹上了命案 被打入江宁大牢 知府刘庸得知实情后 神也不是 放也不是 陷入了进退围谷的两难境地 商有不慎 便是欺君网上的重罪 聪明的刘罗过 想出一个办法 大牢里只点了一支蜡烛 透过昏暗的烛光闪暗 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清楚 既保留了天子的颜面 也尽到了地方官的职责 其实在那间昏暗的牢房里 装糊涂的 何止是刘罗过一个人 胡氏先生晚年曾说 凡是有大成功的人 都是有绝顶聪明 而肯做笨功夫的人 聪明是天赋的智慧 糊涂则是后天的聪明 大便若那 真正的能言善便 看上去却是木讷的 最卓越的便才 发言持重 不漏锋芒 看上去好似不善言辞一样 汉代公孙红年轻是家贫 后来贵为丞相 但生活依然十分简朴 吃饭只有一个荤菜 睡觉只盖普通棉被 就因为这样 大臣吉安向汉武帝 参了一本 批评公孙红 位列三公 有相当可观的俸禄 却只盖普通棉被 实质上 事实乍以 孤名钓鱼 目的是骗取 简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红 吉安所说的都是事实吗 公孙红答道 吉安说的一点没错 满朝大臣中 他与我交情最好 也最了解我 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 指责我 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 我位列三公 而只盖棉被 生活水准 和普通百姓一样 确实是故意装得 清廉 以顾名钓鱼 如果不是吉安 忠心耿耿 陛下怎么会听到 对我的这种批评呢 汉武帝听了公孙红的 这一番话 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 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红面对吉安的指责 和汉武帝的询问 毫不辩解 反而对指责自己的人 大家赞扬 认为他是忠心耿耿 这样便给皇帝 及同僚们 这样的印象 公孙红确实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 那么公孙红就用不着 去辩解 以及孤名钓鱼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 政治野心 对皇帝构不成威胁 对同僚构不成伤害 只是个人 对清明的一种癖好 无伤大雅 柏拉图有句名言 智者说话 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 语者说话 则是因为他们想说 人人都会说话 但不是人人都懂得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明大有一位张干 很多人问他 该如何明哲保身 他答 去风 庄子山木中写道 植木先乏 干井先结 这也正是陆游 告诫儿孙 物漏所长的道理 古人云含蓄不漏 便是好处 外乱内整 外经内顿 是兵法的韬略 也同样是人生的谋略 有时候 人在关键时刻 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行表现 此时无声 胜有声 反而会使人 涅浮出其至胜 老子的大直若趋 大巧若拙 大便若那 告诉我们 世间真正的 大智大勇者 都不大肆张扬 所以看一个人 不要光看其表面 而是要看内心 考察他的实力 真正的聪明 从来都不是小聪明 而是大智慧 林清玄说 在世人都迷乱的时代 我们在内心里 清明就好 外表上 宁可做傻瓜 愿你我 能从这一相反相成的道理中 得到启示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